你們還記得在昨天的時候 有出現另外一則新聞 講說新竹同時 有另外一個展演中心 在整地的時候 挖出五百噸左右的廢棄物 還記得這個新聞嗎 好 那這件事 那高宏安在受訪的時候 要講說 那這可能不是個案 OK 那這不是個案 未來到底會是怎麼樣 好 來 各位 還記得昨天看我們節目的時候 觀眾朋友 我在節目很持平的說 因為是二零二零年 林志堅當市長的時候 要整地的時候挖出來 重點不在整地的人嘛 就好像高宏安這次 你說挖出一個廢店 一定不是高宏安 問題在他 不是嘛 是誰在弄那個地的時候 沒有照規矩去弄 當時 昨天我們就講 到底是誰把他弄下去 來 最新的境 最新的狀況 展演中心挖出五百噸廢棄物 對不對 好 OK 那發現這五百噸廢棄物 隨著最新的棒球場風波 又被提起來 市府相關單位今天做說明 說明什麼呢 挖出的廢棄物是成年垃圾 行為人不可考 廠商將垃圾清除完畢 因為清除大量廢棄物廢池 工程原進度百分之六點多 實際進度落後 現在百分之二十八點多 告訴各位 解案 上話嗎 重點 只在一個棒球長的林志堅嗎 這件事情 什麼叫做行為人不可考 我不知道 什麼叫行為人不可考 也就是說挖出來所有那些東西 反正 那我算過嘛 昨天我就講二零四年林志堅上任 林志堅以前是國民黨執政 高宏安其實有一個最好的契機 你不是白銀的嗎 管他往前掃 所有的案子 不是只有一個棒球場 還給新竹市最好的一個空間 前面往前找到底是誰 行為人就是行為人嘛 你管他是在哪一任 什麼叫行為人不可考 所以只要時間久一點點 那這件事情全部都過去了 所以這個案子結案 各位在場大家都同意嗎 所以就是結案的意思嗎 所以所有的焦點 都擺在一個棒球場嗎 那這整個案子 對新竹市民來講公平嗎 新竹市民要的是一個棒球場 找到有沒有必案 趕快儘快去解決 重點是這個棒球場要恢復 展演中心 如果真的有這些 總有一些文件資料 工作人員或什麼 總有吧 好沒關係 這整件事情現在看起來 我不曉得 四剛 剛才大家都講了 重點就是在 這整件事情在未來 難道就會變成 政治攻防的一個 很大的重點嗎 沒事棒球場一個 展演中心出來一個 我不知道過兩天 還會有一個 然後接下來就是 包括綠營的品質怎麼樣 藍營施政怎麼樣 接下來白營又怎麼樣 就這樣就繞不完了 這就是高宏安 他當市長的一個選擇 他到底要做一個 揭蔽的立委 還是要做一個 幫市民解決問題的市長 我覺得是 像高宏安走在一個十字路口 當然他有這個助理案的事情 在他身上 有一個政治的壓力 他當然一般想說 我手上來挖一些案件 保證相互毀滅 恐怖平衡 你弄我一下 我弄捅你兩刀 這當然是政治思考 而且這個案子 我坦白講 就已經進入政治 這個輪迴裡面去了 你聽說他現在已經不純粹 是我一個純粹的公共工程來看 這案子在國人心目中 其實到今天中我跟一些人 這是一般的民眾一般上班族 大家吃飯聊天之後 新竹棒球場這個事情 還是讓大家覺得這是個弊案 吃飯聊天 你有沒有泯涼口酒 今天中午不喝酒 下午要錄影中午不喝酒 這是等一下的事 下午要錄影中午不能喝酒 免得胡說八道 所以這個案子 心目中已經確實一個弊案了 所以高宏安在這個時候啊 就是你應該去看看 這整個公務體系 比如說跟這些廠商啦 有沒有一些不當的關係啦 然後有沒有一些上下 上下這個交證力啦 或是互相cover的情況 因為你有市場的權力 去做這個事情 我覺得他現在幾次的記者會 比如說帶個副市場旁邊 我覺得都比較像是立委揭斃啊 然後不是 比較像立委揭斃 他要真正拿出的話 就是如果說公務體系 你說今天這個新聞稿 我覺得寫什麼不可考 是不是 那人是不可考 會不會覺得很誇張 所以起碼你可以查說地主是誰 對啊 然後當時是政府地還是私有地 政府地私有地 那如果兩邊又不一樣 如果私有地之前是 做他用 那這就是結案了 因為地主有權利去做使用 如果是公有地 公有地被盜亂土 盜亂那個廢棄物 也是不允許的啊 那這也是要查啊 所以我覺得應該 這個公務體系是不是出問題 我覺得高宏安應該從這個思考 不查 然後你有陣風處啊 該送陣風的 你覺得有問題 該送陣風啊 然後呢 這個土 這個棒球場 你該檢測的檢測啊 因為你有合約說 草皮要多少 土怎麼鋪 你大可就是一部分 送到公正的單位去檢測 合不符合標準 不符合標準 我就全面開挖嘛 你要做上這邊 你要開始做一個市長 然後比如說 我就一年之內恢復狀況 恢復我原本的 大家設定一個很好的棒球場 然後開始開打 我覺得這才是就身份角色的轉化 可是現在 對綠營來講會面料 你看像王世堅 王世堅預言他 他昨天在我們節目裡面 他也講到這整個棒球場 因為他本身是營造出身 他當然講這個東西 講頭頭知道 可是問題是 他對於林志堅 或講說 有人說是綠營茶壺裡面的風暴 所以 可是他在講起來 他的那個網路聲量 正向聲量很高 這到底怎麼會是 可是新竹有民進黨的一些的議員 或金城黨就一直要開除他 那現在到底怎麼辦 不管十五號要上任賴清德 或現在對民進黨來講該怎麼辦 我覺得王世堅如果民進黨開除他的話 他保證相互毀滅 保證兩個互相爆炸 那些網路上面對王世堅 其實基本上正向還是比較多 雖然看起來好像24%認為中肯講真話 19%認為是這個 抽預購多大於15分 所以你扯到抽預購的事情 所以在表面上 整個王世堅在 媒體的這樣子 大家的感覺裡面 我覺得他正向的多 他認為說這個王世堅林志堅說的好等等 然後嘲諷民進黨不敢開除王世堅 大概都差不多在六七%的比例 所以說你說民進黨現在要處理王世堅 坦白說 我覺得如果是未來的黨主席 或是這個現在這些民進黨的黨官 其實聽一聽就算 千萬別當真 你當真去處理王世堅 整個內部捲起的風暴 恐怕更難吞 他反而會不會就站在 完全站在另外一面 來跟民進黨的互相對幹 保證相互毀滅 所以我覺得民進黨內部 我是覺得很多人把這些 過去的這個多月的不如意 選不好 然後吳林東議選不好 就找個出技孔 所以王志堅也好 然後高嘉宇也好 甚至何志偉 地方上一些民進黨何志偉 也會把他當成一個出技統 我覺得總是這個出技統 但出過技就OK 政黨本來就海納百川嘛 各有各調 我覺得這個不能把他解讀叫做 說把王世堅或高嘉宇或是何志偉 當成出技孔 我覺得不是這樣 就是說就如同剛剛是剛剛所講的 那就是民進黨本來就是個多元 多元的一個政黨 那當然王世堅議員 他們這樣的發言 也不可能是大家黨內的人 大家都同意他 也是會有人認為說 他這樣的發言 對民進黨本身會造成衝擊 其實這個也是多元的一部分 也不能講說評論他的就叫不多元 只有他講的叫多元 我認為這是不太對的 我覺得有點顛倒過來 他們講的就叫多元 然後有人如果去質疑他 就好像就是很不民主 那我覺得這不對 那但是這件事情說 應該怎麼處理 要不要開除 這個是另外一件事情 這是另外一件事情 那我覺得就是說 當然看起來我們本黨就是說 向來是這樣一路走來 常常會有不同的論戰 不同的言語 但我覺得我當然如果站在我立場 我是衷心的期待是 大家是站在一個有彼此有愛的立場 來講這件事情 我覺得這個 那你就說 能源講說你這個會不會很虛無飄渺 但是我只要舉例 就是說你看你關心你的一個朋友 他如果說現在生活比較不容易 那我們就說你好好打拚 我們將來會有更好的未來 找個工作等等 我們會互相的關心 跟你用數落的方式是不一樣的 你說你這樣看起來 怎麼不成樣什麼等等 那我說這個就是說這樣講的話 會不會給給民主 就是說給一般的黨員 或者感受是如何 這每個人的判斷標準不一樣 你說老師 因為他們就算要批評 可以用正向鼓勵的方式 我認為說他們講的話 我只能這樣講 就是說至少有看起來不少的黨員 認為說這個好像不是出一種關係 我只能這樣講 我只能這樣講 就是說有人這樣講 但是有人當然認為就是說 他們講的是代表於某一種 某一種層次 某一種角度的一個一個發言 那我但是對民進黨現現階段來講 當然我們是希望大家能夠一定要的團結 在一起團結都不一定能打贏 何況說你不團結 所以我認為面對這個狀況 相信十五號新的黨主席 賴清德上任之後 會有智慧的來面對這件事情 然後來做一個好的處理 OK